过了一年 主角团也长大了一岁 那么当他们变成人类后 又会有什么样的魅力呢 第一位喜羊羊 作为喜挥男主 喜羊羊本身的设定就足够吸引人 他的爸爸妈妈是宇宙中有名的科学家 担任着守护宇宙安危的重任 喜羊羊作为科学家的孩子 他的学习成绩非常好 性格也比较活泼开朗 属于全面发展的小羊 不仅男孩喜欢和他玩 就连女孩也有不少对他倾心 其中就有作为羊村村花的美羊羊 喜羊羊这样的人设 钥匙放在现实中 那绝对就是校园男主 当喜羊羊变成了人类形象后 他百年成了一个日系少年 羊羊标志白毛变成了银白色头发 微风吹起 发型凌乱 脖子上的铃铛变成了时尚单品 清澈的眼眸洒发着犹豫气息 将他的魅力扩大了不少 第二位灰太郎 虽然他在剧中是反派人设 但他努力了这么久 却从没有抓到小羊 反而是被小羊虐得遍体鳞伤 不过灰太郎在对自己老婆这方面 的确是没得说 不管红太郎怎么对灰太郎 他这么多年依旧将他宠在手心 也正是因为如此 红太郎虽然在很多时候会嫌弃灰太郎 但他依旧一心一意跟着他 虽然灰太郎是狼 可从他对红太郎的态度来看 他更像是中犬 当灰太郎变成人类后 女粉纷纷直呼 这简直就是理想男友典范 虽然灰太郎在你人后 看起来身材比较瘦弱 但他却是典型的穿衣 显瘦脱衣有肉 从他半路的身材 能明显看到灰太郎是有腹肌的 灰太郎的这个形象 显得他脸上的刀疤看起来更加性感 眼神淡漠 仿佛对任何事情都不在意 但我们都知道 这样的小狼狗男友属于趁你不注意 突然把你抱在怀里 让你身上充满他的气息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桃子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